類暗黑遊戲就是玩了之後 感覺很像得病一樣 手都會癢癢的 哈囉,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上個禮拜 把恐怖靈異打完過後 原本還想說要去找不同種類的遊戲 可是在那一片裡面 我有提到火炬 廠商就找上我了 請我介紹他們家的遊戲 沒辦法 打飽的快感一叼爪 心裡多少還是會有點癢癢的 畢竟可惜暗黑跟POE2 都要等到年中 才會有曝光的機會 現在要去玩這兩款的舊遊戲 老實說沒什麼意思 那正好啊 早就想看看火炬之光 是什麼類型的遊戲 畢竟去年10月 火炬之光無限在巴哈排行榜 也是紅了一段時間 這個月12號也上了全新的S2賽季 破滅的黑帆 以SteamDB的數據來看 在線人數有15000左右 感覺這人數也會持續攀升上去 那這次官方找我幫他們介紹 這次的改版內容 看看新增的全新職業茂釀 以及英雄特性多增加了什麼 不過為了怕有些人是第一次知道淚暗黑 我概略以快速跟你講講 這是什麼遊戲 要是老玩家 那善用時間線跳過就好了 如果你是有玩過暗黑或POE 就會知道這類遊戲就是打寶為主 畫面也都使用俯瞰的視角 未來玩的人大多數都是希望可以在遊戲裡面 構建自己的一套流派 利用裝備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強 那流派我們一般叫做Build 人家說造一個Build通常就是打造一個流派 不過某些遊戲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可能那個梗就有點不同了 就好像是綠惡魔一樣跑到中國配音就變成 好喝爽爽 那還好火去之光沒有這麼奇葩啦 它就是簡單的英雄特性而已 一隻角色會綁一個英雄特性 這次改版裡面 就會有兩隻角色各增加一種特性 例如狂人的怒影 還有指揮官的衝鋒徵招 這兩個就是新增的特性 待會會跟大家講有什麼變化 其實這種模式就是有玩暗黑都很常見到 就是到一個階段就會換一個賽季給你玩 這個模式就是為了讓更多人留在遊戲裡面 保持新鮮感嘛 這就跟幾乎我每天都吃火腿三明治一樣 有天突然膩了想換特製版的 黑糖梅根、雙黃瓜、夾燒餅 以新鮮感來說確實很讚然後很新贏 但好不好吃就很看個人了 就那一天的早餐來講 我是拉肚子一整天就是了 不過話說回來啦 這次全新的S2賽季 我以為就多增加一些小型的活動 就差不多了 結果不是 誤會大了 活氣之光身體豐富 一般來說我們在遊戲裡面 都會有各種不同的職業可以選 我甚至是誰香就選誰啦 強不強都是後期的事情 這次有增加一個香噴噴的貓娘艾瑞卡 這個香也不是漏奶之類的 只是比較對我的胃啦 先前第一次看到宣傳圖 我還以為是五人類型的角色 你看看那個飛梯一直個假酷有沒有 後來開場就看特性 原來是偏攻速的刺客角啊 他的特性是疾風追劣 移動6米之後會增加10秒的buff貓之腳結 當你有這個buff 會提升20%的移動速度 這將作用於移動速度的buff跟debuff 都會以200%的效果反應在攻擊傷害上面 跑得越快傷害自然越來越大 可是對貓眼來說 跑速增加傷害 僅僅只是其中一個會增加傷害的一環 從其他特性來看 他其實最適合的是連續攻擊為主的build 連續攻擊其實就很白話 多靠一下就對了 在13級的貓追不捨 可以在貓子腳結的期間 增加200米連續攻擊的機率 那狀態期間 如果你還移動2米的話 又能夠多獲得兩層的追劣buff 我覺得比較key的地方就是 只要觸發buff 就能直接來一波大爆發到底 簡單來說 從特性來看 他就是比較偏連續攻擊傷害 以及攻速的角色 重點是如果你把這次新增的星技能 雷鷹斬跟青石頭石給貓娘用 都會有很不錯的匹配性 我自己玩的時候用的是 雷鷹斬搭配靈動祝福的戒指 因為他可以增加連續攻擊技術 劈起來真的是蠻爽的 不過缺點也是蠻明顯的 因為貓娘前期是沒什麼特效 所以打起來格外的痛苦 而且重點是 針對這種越跑越猛的角色 要是叫他站在那邊尻 傷害也是沒有比其他角色還要來得強多少 所以如果你是以遊戲強度來講的話 會比較適合叫做玻璃大砲 沒人幫你扛 沒人喉戰喉增加生命力 軟皮的貓娘很快就駕喝歸西了 也可以說是走比較技術取向的職業 那前面有提到兩種新特性 狂人的新特性怒影 我是有稍微碰一下 大概的除夕就是免費的影分身之術 打怪的時候會累積影分身的能量 滿了之後就可以丟出來 招式也會跟著狂丟 有類似雙倍打擊的爽感 那指揮官的新特性衝鋒正招 就蠻有趣的 他會賦予召喚物超窄的buff 可以大幅增加召喚物的攻擊速度 還有攻擊力 用下去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召喚物 就跟白金之星一樣動得超快 看到敵人就會直接跳上去打爆他 不過相對這個buff結束之後 就會觸發自毀程序 讓召喚物跟自爆兵一樣 衝到敵人臉上 炸到他的老母都不認識他 那我自己是覺得有點類似暗黑山的 巫醫爆狗流 DPS真的是爆肝高啊 搭起來特別爽 我覺得如果你是新入坑或拓荒 可以試試看這個權限的流派 但是不要忘記 新手這些角色跟特性 是需要去商城買才可以拿到 別傻傻練了半天 才知道自己怎麼不能挑特性 然後接著上一季的異界玩法 這次S2的破界的黑帆 也出了專屬的新玩法 有點像是一個小型的系統 你可以在地圖上面打怪物 怪我死之後 會機率性噴虛海夜火 當你就去玩關你的boss打之後 會出現一根又長又細的長矛 可以把夜火投到這個裝置裡面 開啟挑戰 裡面就會出現海盜 擊敗除了會拿到夜火給的獎勵以外 還可以拿到三種不同的蜂蜜蜜語 不過不能全拿 沒有這麼爽 只可以從中拿一個起來 重複六次充滿六道蜜語 就可以去虛海中港 挑戰鬼海新娘 只是新娘的難度跟掉落獎勵 會根據剛剛拿到的六道蜜語來改變 簡單講就是蜜語難度越高 新娘也越強 相對獎勵就會越好 獎勵如果有虛海琴鐵的話 就可以跟上一季的S1 打預朝者類似 透過琴鐵進入偉大虛空 挑戰賽季boss虛海之處 反正就是每個異界 打完都能夠用虛海刷海盜 然後拿蜜語 刷六次就可以挑戰鬼海新娘 然後運氣好的話 可以額外拿到琴鐵 去打虛海之處 算是一個標準的金字塔架構 當然如果你很念舊 很想要打上一季的機制 第一季的混亂卡牌跟黑槽機制 其實也都還在 只是卡牌的效果做了不少的改動 黑槽出現的機率降低了 看起來比較像是 往更容易刷裝的角度調整 不過老實說 前面的玩法手續 真的是有夠多 這感覺很像要領保險金一樣 需要填一狗票的表格 重點是打 新娘跟虛海之主到底有什麼好處 其實它主要也是可以拿到全新的英雄物品 可以強化你的角色英雄特性 物品就包含了英雄遺物 還有英雄追憶 它其實就有點像是專用的裝備跟符文 每隻英雄都可以裝備一個英雄遺物 除了自身必帶的兩個詞綴以外 這裡遺物身上還有相當動縮的明刻 可以額外插三到五個英雄追憶 變成強化的組件 那英雄追憶的能力也是很豐富 其中有直接啟動英雄特性的類型 還有不少能增加抗性或是傷害的種類 就比如說你玩召喚物自爆類的指揮官好了 裝上五個增加自爆傷害的追憶 直接增加了90%的傷害 裝上去根本就比轟炸超人還要強 怎麼好像聽起來沒有比較強的感覺 打裝實在點 看看隨便炸都上意到底是什麼鬼 這裡遺物跟追憶 可以透過一般戰鬥或賽地挑戰取得 不用客氣的那種 只是要刷到一個好的追憶還有物品 其實蠻不容易的 特別是高級的英雄物品 是只有虛空之主才會掉 但也可以是特化角色的其中一個手段 然後這次改版還有增加手把的更新 我是雙面刃都可以用 只是剪窗真的試起來 滑鼠鍵盤相對不太方便 有時候畫面一亂 幾乎是找不到滑鼠在哪裡 裝上手把用剪的會比較神速一點 那我是用PS5的Duel Sense搖桿 走位跟瞄爪其實都跟手機版差不多 實際打起來會有點像是在打傳說對決一樣 雖然是沒辦法壓著按鈕連發 對某些戰裝型的技能來說 多少還是會有點不太方便 但應該是比普通的滑鼠還要好用啦 建議你加入XBUS或PS手把控制器 都可以接上去試試看 搞不好之後還會直接把滑鼠給拔掉了 不過照這類暗黑遊戲的調情 一般來說都是一代Pish一代神 所以不管是哪個賽機 都會有一些技能上的調整 例如轉轉樂的旋風斬 和一些技能多少有被調整強度以外 官方有增加5個新的核心技能 像是魔法增加物理傷害的月華斬 然後前面提到可以吃到連續傷害的 攻速效益的雷鷹斬 範圍式的鬥雌技能惡煞殘身 引導式的呼嘯裂風 以及可以穿頭的智炎穿淡 我看除了雷鷹斬很搭艾瑞卡 智炎穿淡好像也蠻有搞頭的 其他技能感覺也是有待開發 不過市面上現在應該也是有很多病的攻略了 這部分我就不再猜猜了 那最後是我覺得有說 遊戲會多增加一些小寵物跟時裝 也會讓人想要在遊戲裡面滯留久一點 畢竟我以前玩遊戲 都會想要把自己的角色變得很不一樣 然後多一些招式之類的 這次S2是有多增加12個全新的氣靈 裡面有冰、火、墊、傳奇的氣靈 可以給特殊的加成 部分氣靈還可以提升賽季獎勵的掉落率 然後貓娘、狂人、指揮官 都會有不一樣的新時裝可以穿 只是這些時裝肯定是要花你的錢錢啦 嘿嘿嘿 好處就是永久性 我是覺得比限定一季的包包容量好態度啦 好看又不用怕 有什麼死效性 OK 那以上就是這次火炬之光無限 S2的賽季內容 雖然這次有進行一些像是交易所 必須課稅之類的 比較負面的修正 但就改版內容的豐富度來看 火炬之光無限還算是蠻有誠意的 只是可惜比起淚暗黑遊戲裡面少了組隊功能 畫面也是比較卡通一點 但我覺得以手機為主的刷刷樂遊戲 這款真的是蠻有賭性的 我看論壇上面還是有蠻多的回鍋玩家 都還是蠻願意回去再玩一玩 感謝你這次願意把影片看到最後 離開前不要忘記幫我點個讚 分享出去 如果你有朋友還在考慮要不要回鍋的話 這部影片都可以分享給大家參考喔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掰掰